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人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實現 2020年急劇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風險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0000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十天內四次龍鑽跌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級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級轉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抄底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是贏債拐點 抓趨勢 贏債拐點 歡迎收看邏輯博弈 我是理財周刊的副總主題李希鳳 KD死亡交叉 然後連續拉回的三天 這位置不能再退了 第一個理由就是說 他已經回補了缺口 5月26號的收盤價16505 跟今天的一個位置差不多了 再下去的話那就跌破了 跌破的話怎麼辦呢 就是說強度沒有那麼強 你看這個一整理 整理完之後他就往上走 現在可不可以 現在也可以 上一次也是盤中有跌破五日均線 這一次雖然是收盤跌破五日均線 不過還是可以的 就是明天上去 那這樣子的話 這裡的回撤就結束了 這個回撤就是說 他補這個缺口 補這個缺口完之後 然後再往上走 那如果要補到下面的缺口 就比較弱了 比較弱的原因就是 比較弱的一個影響性 就是說暫時比較不會創新高 差別大概是這樣子 那他這個KD呢 要修正 其實有很多種修正法 那比較傾向的是 就是類似這樣的區間 區間震盪 那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個股的一個輪動 因為這個區間呢 是6月 現在進入到6月 6月的話 我們說6月的台紙期喔 基本上外資還是偏多的 24521口 儘管是慢慢的在減對不對 那現貨也沒有說出很多 所以他就是說 我要在高位做結算 但是是不是高點已經差不多了喔 他不曉得 所以他就一點點一點點 那他也還沒有打算要放空 因為現在那個轉倉也太早 所以他就變成是呢 撐在高位 那撐在高位 因為又是6月初 然後聯準會要開會 然後結算 所以我覺得喔 在半年報確定之前的 就是那個下至的那個時間點喔 會是個股的輪動 那指數在高位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的一個情況就是說 這一個KD的死亡交叉 因為他是動畫喔 所以我不是那麼的擔心啦 那他這個就區間吧 那區間過程裡面 其實就沒什麼好看的喔 指數啦喔 所以今天的一個重點就是在這邊 那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說 我們的幹事腳 因為他收盤的位置是在這個 這個161 前一次的這個高點 來到這個1668 68幾啊 683 那我心裡面大概就有數了 但我又不能講 講了這個就那個 因為他在16683在這個地方 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他還沒有到這個第三向線的支撐壓力 這個幹事腳 但是他很接近的 剩一個十六分之一 所以我大概就預期了 他大概就是回到這個附近了 4948這個地方 因為就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退回來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跑不上去了 然後必須要把這個擺回來 擺回來之後呢 他再有機會再上去 所以今天的位置呢 他是一個攻擊的角度 剛好在這個動能線上面 那這個往上往下都有可能 但我傾向往上 是這樣子 那可不可以往下呢 往下當然也可以啊 往下的話就變成是什麼 是一個缺口 導狀反轉的一個缺口 攻擊的一個往下 是這樣子 那會不會說有那個意外喔 因為今天是禮拜四 禮拜四有那個出勤喔 美國的初次申請失業金的這個部分 那昨天的時候呢 美國的那個就職喔 美國的現在那個職缺空位的這個數據呢 是創了一個新高 所以他人力很吃緊 人力很吃緊的情況之下 大概預期喔 這個初期應該不會太差啦 就是說去領申請失業救濟金呢 不會太差 那明天呢是這個大飛龍 所以呢這兩天喔 撐一下喔 避開了這一個 導狀反轉的缺口的可能性 然後讓這個KD呢修正一下 我覺得這個還是往上看 所以指數的部分呢 我並沒有很那個啦 那你說期貨盤喔 期貨盤今天的那個 不是下午盤喔 早上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到 他那個現貨 現貨跌比較多有沒有 可是期貨盤呢跌比較少 收斂 所以他大家都準備啦 等那個 明天的飛龍就業報告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股 個股喔 個股這個表現 個股表現呢 今天的這個盤面 我們在早上那個直播的時候就講喔 我個人的那種感覺就是說 他籌碼其實是很穩定 整個大盤的一個籌碼 是穩定的 所以才會有像這種東哥遊艇喔 他這個 證交所分類喔 把它分到那個運動類股 我不知道運動類股要給幾倍的本益筆 對不對 我們上次這樣跟大家講 講完之後你看他拉回 欸 好像無意啊無意喔 一個區間 然後這裡有個大AK 那這個大AK也很巨喔 所以呢這個就 大家就怕 對不對 那 只好呢慢慢推慢慢推 在前天的時候呢 欸我們就有看出來了 這一根K線就有看出來了 然後呢就 欸 就上來了 那今天這根大陽線呢 這個是創新高喔 而且很早喔 很早就就那個 所以他這個 這支股票我們追蹤 我們長期追蹤啦喔 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吵什麼 反正他就是這樣喔 那 這個 走的過程裡面喔 因為他是 1號 就是6月1號 6月1號呢就 開始往上走 我覺得他在告訴我們大家就是喔 主力喔 要做帳 要做帳 那 開始就要看喔 個別股 所以個別股就是說喔 各出其兵啦 因為做帳這種東西喔 你如果拉大家都一樣的喔 就績效差不多啦 像是最近那個00898嘛 對不對 878 00878 他那個 不是圍影喔 是偽創 那個偽創呢 是連8買 連續8天的這個買進 連續8天的買進呢 買到這幾天呢 推不太上去喔 那 這個 我有給他算了一下喔 好像是買了 二十幾萬張 看看 投信 連續買超 連續買超 8天喔 三萬七千張 這個是00 那 他大概七成啦 不是說全部都他買的 這就是大概買了兩萬多張嘛 對不對 那這個 很猛啊 是不是 這個 一直買一直買了 可是大家都差不多 績效都差不多 所以一定不是比這一個啦 一定是比喔 其他的那些 那些 那所以今天你看 華紙呢 跑上來啊 中華化跑上來啊 有沒有 這都是屬於少數的 少數的基金才會有這種股票 甚至都沒有 甚至都沒有 那 所以這個地方就各出其招了喔 我覺得是這樣子 那 呃 你看到除了剛才講 東哥遊艇 像這個 河 那個 河村喔 他的這個 機器人 喔 那機器人零件啦 不是不是那個 喔 然後這個上來 喔 這個也是 那這兩天 廣民也有 也不錯 這都機器人的 因為那個輝達 基本上在做這個AI的部分裡面 他其實他要說 下一個階段就是 發展這個機器人的部分 因為他把整個靈魂嘛 喔 就是聊天機器人的 這個Chop GPT 把植入之後 就變成是一個 這個 魔鬼終結者這樣子 那所以 我覺得現在就是看個別 那個別股的部分喔 大概點幾支股票啦 我覺得東哥遊艇是一個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的是這個 這兩天 因為他也被納入到成分股 這是網品 那他 雖然是股價比較溫喔 可是過高 過高 所以我覺得 嗯 好像有人也在 買他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全市場都在買的這個 飛機喔 那飛機那已經 快要過高了 這已經熱烘烘的 這已經是那個 股市的群體運動了 就動算動算這樣子 那走到這個位置的長榮行 所以呢 這個華航也起來了 那華航這個就落後很多了 所以原則上來講 我覺得可能都有機會啦 都有機會 所以在這一個 嗯 觀光的這個部分喔 可能還有騎兵 喔 要要繼續的這個走出來 這個是 可以追蹤的一個部分 然後 再看到 今天的這個玄谷早知道裡面喔 嗯 今天已經 設定好了 設定好方向 喔 那 那我覺得喔 可能 大家也不會去猜到他 喔 因為今天看了好多的這個數據喔 看完之後呢 欸就 終於呢 找出了一個方向 在這個方向呢 我覺得喔 已經在進行中了 可是 大家已經忽略很久了 喔 所以這個這個 今天的這個這個玄谷早知道喔 欸 我想應該會讓大家 嗯 有點驚喜 這樣子 而且呢 我覺得大家會喜歡啊 是這樣子 喔 那 嗯 再看到今天的這個 IP類的部分喔 IP類的投信的部分呢 買比較多的喔 是在這個 N31 喔 那他 他也很強 那他 要做到哪裡喔 這 就 不好講 因為現在都是往一千塊 在那邊做一個挑戰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是 DRAM的喔 這個 當然他也有IP啦 喔 這個IP的部分 那 我覺得DRAM的這個族群 可能大家要多 挑一下喔 DRAM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這個這個 這個部分喔 是這樣子喔 就是說 嗯 我們今天在群裡面有發那個 喔 發那個影片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這個 暫時記憶體的部分喔 會用到很大 喔 那 第三季的時候 可能那個價格喔 就就開始上來 喔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跟大家講喔 你可能要選的喔 不是在那個 不是在在那個 像什麼 南亞科啊 這些的 這個部分 你可能要選的是在這個 模組內的 因為那個部分是 三星跟海力士 喔 在在做的 喔 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個部分呢 模組廠喔 可能還比較有機會一點 是這樣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先進封裝嘛 對不對 先進封裝這個部分呢 這個是 台新科跟晶圓店 比較有機會啦 但 同性買還是買這個日月光啦 日月光也是連續買了好幾天喔 不過 從這個位置來看的話 現在 似乎喔 喔 還是一樣回到這個 呃 紅色 喔 還有這個 星雲 喔 然後昨天我們講的那個 萬論 有沒有 我們昨天講萬論 說你不要以為錢多喔 就是這個 就 欸 那今天呢 今天他就拉給我看 對不對 他說你 有錢不是萬人 沒有錢就萬萬不能 我就拉給你看 今天就 就拉過去了 喔這個很厲害喔 喔 那 看看誰拉的喔 欸摩根大通 然後 永豐金 喔 這個都 都 這個對坐喔 這樣子喔 那 欸 這不一樣喔 因為這個有一點點 這股票比較量 量比較小 這量比較小 所以這個就 看看就好了 喔 因為他這個底 其實也打了很久 喔 然後他一個是這個均豪 喔 這均豪的部分 當然我們這個懸股 我會在這邊跟你講的喔 都不是那個懸股早知道的股票 喔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 這幾個喔 所以他 我的意思就是喔 那個 盤的部分喔 接下來如果是指數在區間 然後大家就開始 這樣 那你看今天的這個 好像是外資吧 外資買這個 飛鴻 飛鴻 前一次我們在區裡面 跟大家講的時候 喔 然後 大家都喜歡把它當充 其實我 我雖然說我是短線 可是我挑股票一點都不短 都很距 喔 這個都是大波段的 這樣子喔 那所以呢 看起來好像 馬上要過了喔 這一根大洋線就要拉出去了 那 這個電力的這個部分喔 電力這個部分 看起來 山陽工業 山陽工業 最近走的比較強一些 還在走 就是說他們內股裡面喔 前一陣子是這個華城嘛 那所以 休息了喔 有點休息的感覺 但是千萬不要 還是要看 這個族群還是要看 因為他們裡面的那個高利有沒有 哇 這個整理完之後 喔 過高 整理完之後過高 所以在這個區塊裡面 我覺得 還是會有股票 在在往上走 像 早上講的那個亞利的部分喔 我覺得他整理的也不錯 喔 這 就是 這些股票都可以啦 都可以喔 但是我們今天在選的時候 選手組早知道喔 就沒有選那個 那汽車類的也很強 汽車類的 泛德 B&W被納入到成分股 喔 然後這個強勢整理喔 喔 然後這個 呃 中華車喔 這個是沒完沒了 喔 那現在這個育龍也上來 那這個 這個上影線呢 我看呢都還可以喔 喔 就是還有機會 喔 再繼續走這樣子 所以 簡單講就是說 指數 我並沒有特別的 嗯 看好或不看好 就是 它就是一個修正 喔 那這個修正過程裡面呢 這個還是強勢鈍化 然後 這個會區間 那這個區間過程裡面 太多的那個 可以做上股票 就會一個一個一個出來 喔 所以這個盤呢還是偏多 所以這個 今天的這個部分呢 還是會再挑 大概至少兩檔喔 這兩檔呢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這個盤看起來應該是 有機會喔 繼續的走到 這個聯準會 喔 開會前後 這個時候再做一個打算 好 那時間關係呢 嗯 看一下 好好 小鹿版比 也 很有趣喔 這個 萬論被馬上打臉 對 修鋒就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臉皮厚啦 這個昨天 昨天 我們 消遣了一下 這個 幕後黑手 今天馬上就 打臉 我覺得 我經常喔 都 我們的粉絲啊 有時候留言啊 就是 哪一支架票 有沒有 然後我就 這個 拽得 拽得 二五八萬的 像上次那個 沉頁一有沒有 這個 喔 我覺得他很好心啊 那個 報白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 啊 這都一次性耶 這個 賣那個機器 我記得跟核磁 反正檢查的那個儀器 成業 然後 因為我以前有看過啊 一次性的這個 這個 收入啊 那一台又貴鬆鬆賣了之後呢 很久很久就 就那個 以前是賣 中國大陸嘛 那個 中國大陸醫院 要升級啊 所以買那種很貴鬆鬆的這種機器啊 對不對 我記得在過年前後 結果 欸 人家報白給我啊 然後 給他看不 看得不看得敢來 結果也是 打臉 然後呢 反正不認錯 去 繼續找 找到有一天 嗯 很厲害 就開始疊了 就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 我們這一次要早點認錯 好在我這個臉皮厚 這個 這個 萬潤 這個 馬上打臉 那後面不知道會怎麼樣 反正這個 因為這個量小了 你不要買太多 這個 這個就是這樣子 好 那 你看一下 這個 副頂 副頂拍走了 副頂 一下子多一下子空 這支股票前一陣子喔 也是看摔他 結果呢 他小小跌 我看摔之後 他小小跌 跌過100了 然後98 然後呢 你只要 不趕快趕快把它補掉呢 或者是說這個不趕快認錯了 哇 那馬上衝上去 衝上去之後 他也不 他就很喜歡這樣子 就一直在那邊盤啊 那我們這種技術派的人 就覺得說這種酒盤喔 不是什麼好事 啊可是呢 他就是要繼續這樣 我也 真的拿他沒屁條 那 怎麼辦呢 這根大黑K 你說 你說不在意喔 我覺得 不太可能 那你說 他如果真的是出貨 你怕你不會怕到這裡 那 上一次 是哪一支股票這樣子呢 就是 就是那個 大樂門的那個 現在啦 之前的時候 大家都看 就那個微影 有沒有 就微影啊 微影的這一段 有沒有 你看他這一段 就這一段啊 你看他動不動呢 就給你來一個黑K 你看這種黑K 是不是 這一堆啊 對不對 後來呢 後來 變一千塊 後來變一千塊 他就喜歡這樣搞 所以 你說那個副頂 我短線上我真的 我一點皮靠都沒有 那他什麼時候走出去 就是 沒有人看的時候走出去 你要不要埋伏 那 一些老 一些大咖的那些 大企業家都在裡面啊 這個 嗯 就是那個 那個 國劇的老闆啊 紅海啊 他們都有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 抱的那種心態 下去等 我覺得也可以啦 就是 他沒辦法短線操作 這個短線喔 嗯 我有去 我前一陣子我心裡面有 給他想說 放空嘛 對不對 後來又下來 這一點點 這根本算沒有跌啊 那馬上就上去了 所以我想這個股票 就 放下去吧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吧 那時間 的關係呢 就先到這邊 我們 就要來去做這個宣布早知道 那繼續關注我們 雄海無名聲 台灣無出名的秀風 明天同一時間 再見